大家好 这视频主要和大家讲一讲 如何用定积分去找回图形的面积 我们试试看这条例子 现在我想找回面积 由曲线Y到X2 和横軸由0到1 所包围的面积是多少 首先Y到X2是一条曲线 它所形成的面积 绝对不是一个多边形的形状 所以以往的切割法或填补法 未必行得通 那我们如何去运用定积分 去帮我们找回这条题目所问的面积呢? 我们试试考虑这样的图 蓝色这条线就是曲线Y到X2 A这条线就是由0开始 B这条线就是分在X axis的一点 叫做10 就是说范围X由0到1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点记录在这两个地方 所谓的area Bounded by the curve and X axis from0到1 就是说由蓝色这条曲线 OK 去到这个环组 所包含的所有面积 可以吗? 所有的这些面积 不是单算长方人 是这些孔 这些看起来好像三角形的这些面积 全部都要算 可以吗? OK 那这个范围是从哪里去到哪里 X由0 去到1 就是转到这里 OK 好了 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 既然是找那个有曲线包围着的面积 那为什么又要画这么多长方人出来呢? 那概念是这样的 我们不知道怎么找回有曲线包围着一个图人的面积 如果我们还没学到面积分的时候 那以前的人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呢? 既然想不到一个方法直接计算面积 我们就试试画几个长方形 去大约计算面积是多少 那当然不准 对不对? 因为你画那些长方形 是和曲线形成的面积有孔位的嘛 这些浅黄色的就是那些孔位 OK 但至少你也有一个大约的数值 如果你计算到这些长方形的面积 全部加起来 对不对? 好了 那就是我们要考虑这些长方形的面积总和 大约只能说暂时是大约会等于曲线和环组包围着的面积 当然有偏差的了 就是你看到这些黄色的孔位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会说大约的面积 但是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五叉减少呢? 就是把这些浅黄色的面积减少呢? 有方法的 我们画得密些就可以了 OK 由零去到这条的环线 就是x这个范围 那你可以多斩几个长方形的 OK 简单来说 我们就尽量斩到每个长方形的寬度都一样 OK 尽量斩到每个长方形的寬度都一样 那就容易去算 OK 为什么容易去算 因为每个寬度都一样 首先 你要把这些全部的面积加起 抽到common factor就可以了 其次 你要计算每一支长方形的高度 你都容易计算 因为这里有比例而已 OK 我当这里斩开 15至20分 当20条才算 那你每一个长方形的高度 你可以用比例去计算 每一个point的x座标 再代算对应的y座标 就是高度 好了 好了 你会发觉到 如果我斩的长方形的数目越多 在一个固定的x interval里面 斩的长方形的数目越多 这些黄色的孔孔就越少 即是ERROR越少 空间越少 再斩多些 那你发觉了 这些长方形的面积 加上 不就越来越接近这条曲线 和这条环线 帮着的面积 可以吗 所以你会看到 当长方形的数目增加 那些长方形的幅度 每一个幅度 会减少 可以吗 可以吗 好了 你会发觉 你会发觉 你斩非常非常之多 那你会发觉 那些洞是不是已经去到很小 去到很小 OK 但是 奇妙之处再来 其实你斩多少个长方形的数目 你斩一千个也可以 你斩一万个也可以 因为全部有公司 慢慢计算 对不对 好了 所以你发觉 如果你那个长方形的数目 增加得足够多的话 你觉得一百不够吗 你可以去一千个 你觉得斩一千个不够吗 你可以斩一万个 如此类的 都会饮你家 你发觉 如果你斩的长方形的数目 足够多的话 其实你可以声称 这里所有长方形的面积总和 应该会等于那个曲面 这个曲线 和这个横軸所形成的面积 OK 那我们试试抽取其中一条 的长方形来看 它的阔度 我们叫Delta x 那它的阔度是什么呢 因为我当这里斩开了N那么多的长方形 而由A到B的长度是1 1-0 OK 所以每一个长方形的阔度 我们就叫Delta x Change of x OK 每个x的改变是多少呢 那高度是多少呢 那高度是多少呢 那高度你留意了 我们叫Fxk xk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这个范围里面 Delta x的范围里面 其中一点 就是x的数值 所以 带回它的功能 你就可以计算到高度 那可能你会讨论 那我代哪个位置呢 我代前好 还是最尽这个好 还是中间好 没所谓 OK 没什么所谓 因为你发觉你斩的长方形越多 不论你拿前面这个也好 拿后面这个也好 甚至中间这个也好 你计算出来的高度 其实只差很少 只差很少 只差很少 不过你会认为前面 用矮一点 用厚一点也高一点 只差了一点 OK 所以有些定义就是 不是了 那就用中间 总之在这个范围里面中间 抽一个x的数据 带回到功能 都可以 所以我就说 xk 就是在这个Delta x 范围里面 抽的其中一个x的数据 带回到功能 就计算高度 全部的长方形面积 总和 用下submation 每一个长度都是Delta x 它的宽度 它的宽度也是Delta x 长度就是fxk 好了 那现在我当它斩到 无限那么多的长方形 就是我们用limit的概念 and tends to infinity 那Delta x 我们就写成Dx 一个Defential的概念 就出来了 OK Defential 所以这个area under the curve 我们就会把submation 由k等于0到n 而今次你的n 就是infinity 我们就把这个 写成一条 就是integration 范围是多少 x由0开始 到1 整个averse in 而后面这个 本身是那个 的 宽度 由Delta x 变成Dx 所以你想像这个 的integration 就是什么呢 这条蛇就是submation 加一些东西 蓝色就是什么呢 那个长方形的高度 dx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长方形的闊度 很幼很幼 所以这个area 其实就可以写作是 由0 in到1 x2 dx in就是3分1 即是由这个曲线 和这个positive x-axis bound的面积 由0到1 这样计算 由x等于0 到x等于1 这样计算 这个面积就是3分1 这里就有些公式 给大家看看 一般来说 如果有曲线y fx 我想知道它和 positive x-axis 或者in general 就是一般的x-axis 因为ab可以负数 例如x-axis 所bound的面积 会是多少 当然 x有个范围 由a到b 那面积就由a in对b fxdx 但有时 那个graph 会在一个环组以下 譬如 这个情况 我想知道这个curve 和这个x-axis bound的面积 由x等于a 去到x等于b 的数字是多少呢 因为如果那个curve 在下面的话 它就这样考虑 integration会出负数 所以你要找回面积的话 你要自己 把负数给它 或者甚至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in完之后 加一个absin 给它 就拿回正数 OK 譬如这条例子 譬如这条例子 这个图显示了graph y等于sin x x由0 去到2pi pi 就是找回a的座标 a的座标 很容易找 你代回 sinx是0 solve the equation x就是0 pi 当然2pi 都可以 但是2pi 就是后了 所以不计 因此 我们就会知道 a的点就是pi 0 可以 pi0 分别 就是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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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x x x a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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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想問這個graph和x axis包著的這個面積是多少呢 而part B就多一點東西 一樣都有graphy等於4-x² 但它有斜線y等於3x畫出來 它只是想知道這個陰影面積是多少 小了一點 先做part A part A 你就可以找回這兩個x intercept 也很容易找的 就是-2和正2 所以x就由-2開始 -2到正2 裡面就放回fx 4-x² 然後後面記得放dx 然後就是4x-x² over 2 記得代回數字去減 這樣就會出到32 over 3 part A這個做法就是這樣 y4-x² 首先找了graph和x axis相加的兩點 由-2到正2 然後下一步就要做integration 面積由-2-1到正2 裡面就放回fn4-x² 後面就放回dx in就變成4x-x3次over 3 放回上下下下去減 那就出到32 over 3 到part B了 part B有條線阻礙的你就要非常小心 其實這裡是thin system兩個graph 第一個graph就是y3x 第二個graph就是y4-x² 我們一樣找回這條直線和這條曲線 的x intercept是多少 前面這個負二當然你不寫也可以 因為你看到面積和負二沒有關係 而去到這裡你看到直線的x intercept是0 而曲線的positive x intercept是正2 然後重點來了 我們要找回這兩條線的相交點 13 你找這個13出來有什麼用呢 就是告訴你 這樣劏力之後 其實這個面積分為兩份 前面的x由0到1 x由0到1 這份 是由綠色這條線和x axis 包住的面積來的 可以嗎 就是area betweeny3x和x axis由0到1 後面由1到2就有關曲線的 就是area betweeny4-x²和x axis from1到2 所以你要去找這個面積的時候 你就要拆開兩個funktion 由0到1的話 是指直線和x axis的範圍 後面由1到2 就是指紅色這條曲線 與x axis的範圍 所以就要分開兩塊去integrate 這樣才出到一個正確答案 這裡細心看清楚 是哪兩個integration加起來 以及留意上下限 至於下面黑色筆做的這些運算 反而不是很難 重點是你要知道如何拆解這兩個 所以遇到題目牽涉到多一個graph 除了找個x intercept之外 還要記得找兩個graph的雙交點 這條就完成了 好 接著這條 它現在就說 graphy是cos x x就是由0到2π all就是origin 那就寫回a和b的座標 然後找回陰影面積 如果是cos x等於0 那x就只有兩個數值 就是p2和3p2 ok 因為x已經在0到2π的範圍裡 寫回左邊就算了 partb 你找面積的話 你要特別自己按回弦 因為一般同學都會是這樣 由p2 in到3p2 x的上限 這個功能就是cos x 但你記住 因為曲線是在橫軸以下 所以算出來的數字是負的 你要自己按回弦 變回正 面積不能夠負數 ok 所以經過運算之後 答案仍然是正義的 這條題目就是 主要想提醒各位同學 如果曲線是在橫軸以下的話 你要計算它的bounds的面積 你要自己按回負數給它 好 到這條了 這條有個curve就是y等人x3次方 -5x2加6x 它就用陰影部分的面積是多少 由0到a的分就是在橫軸以上 由a到b的分就是在橫軸以下 ok 那我們怎樣做呢 我們把它分成兩份 藍色和紅色的面積 兩個要加起來 我們首先sort into equation x3次方-5x2加6x等於0 你sort into equation的目的 就是要找回xintercept 好了 找到3點 1點是0 另1點是2 3點是3 那就是說 你可以估計得到 就是這三個數值 如果你直接由0in到3 那就馬上錯了 為什麼呢 因為由2到3 這個曲線是在橫線以下的 直接由0in到3的話 你會把兩個面積 互相cancel 雙減了 ok 但我現在要做的就是 藍色加紅色 所以你要拆開兩個in 藍色那個就由0in到2 因為他在橫綜以上 那要按 OK 接著加 就是AB 紅色的面積 就由2in到3 因為要幫他寫負 所以正負得負 我就直接寫一個減 就可以了 那大家知道這件事之後 剩下的就是純粹做Integration 計算答案是多少 反而運算的部分就要小心加減乘脆 OK 表數就是這樣 特別提醒你 在橫線以上的就是拿正數 在橫線以下的你計算出來的面積是負的 所以你要記得提醒自己 要拿回數值去相加面積 這裏就會這樣的 有時它不是問曲線和X axis的面積 它會問Y axis的面積 例如這條 Curve以X為subject X等於Gy 和Y axis 的面積 Y的範圍由C到D 那面積就是indegrate C到D Gy Dy OK 這個就是在右邊的情況 OK 在右邊的情況 如果在左邊又怎樣 那就要是負Gy Dy 然後integrate 由C到D 分清楚左右 在右邊的就正好 左邊的就負好了 不如我們看看這條 這條 這條 就要你找回 shaded region 的面積 曲線 就是Y 開放X 有同學 如果你就傻傻傻傻 indegrate開放X Dx 你可以找到下面 白色這一節 對不對 但我要找到另外這一節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 因為這個面積 你看到它是貼住Y的 Y的 對嗎 貼住Y的 所以你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回 它與Y的 Y的相交點 0 0 0 2 所以你要integrate 上下限 就是紅色這兩個 由0 in到2 拿回Y的數值 好了 另一方面 你要執取X 做subject 你要執取X X等於Y2 OK Y就由0 去到2 所以你找這個面積 就由0 in到2 y2 dy OK 這次的長方形就很肥 長就是y2 高呢 高就是什麼 打橫擺的長方形 keep著dy OK 所以in之後就出到 計算答案8 over3 好 接著這個就是 area of plane 如果要多一個graph的話 有兩個 一個是y的fx 另一個是gx 好了 由x等於a 到x等於b 全程都是fx 騎著gx 即fx在上面 gx在下面 我要找這兩條curve bound的面積 其實就是 上減下 fx-gx integrate 由a到b 你怎樣理解這件事呢 就是 你當在這個 這個範圍裡面 畫些少少的長方形 寬就定了是dx 那個 長方形的高 是怎樣 就是整個fx 減回gx 即是在這個 陰影範圍裡面的高度 其實就是fx-gx 所以 裡面中夥固著的東西 仍然是說 不同長方形的高 dx就是說 不同長方形的闊度 由a到b 你這樣簡單 記得上減下 OK 譬如我們又再 可以這樣理解 我找fx和gx bound的面積 即是怎樣 整個a1 減整個a2 這樣解釋 OK 行不行 所以又不難理解 上減下這件事 譬如這條 現在你看到我們紅色的curve y都乎乎x2加4 和綠色的curve y都乎x-1 all square 那我要找回 shaded region 看來有點像這個 平行四邊形 你看到它有四條線包住 紅色 綠色 y axis 即是x等於0 第四條直線 x等於1 所以你們的面積就是這樣 整個x的範圍就是由0到1 而整個過程中 紅色的線都高於綠色的線 所以就是紅色減綠色 你要做的就是化鹼 寫好第一個之後 剩下化鹼就不難 就變成-2x2加2x加3 所以就出了這個expressions 最後就算了10 over3 這條顯形的例子就是要你去看清楚 x在0到1之間 永遠都是紅色那條 騎著綠色那條 就紅色減綠色 OK 然後自己化鹼裡面的功能 這條 現在顯示這個ground 又是y等於sinx 和y等於2sinx 然後找回這個shaded region是多少 這樣也很容易 因為它也給了你 x的範圍 由0到pi 高一點的那條 減矮一點的那條 2sinx-sinx 會出1sinx 所以這塊計出來的面積 一樣會是2 所以難度就不太高 這條比較難一點 OK 現在的圖顯示了 graphy等於sinx 和y等於cosx 其中x是正數 A派就叫你寫下 a和b的座標 a和b的座標是什麼 就是y等於sinx 和y等於cosx的相交點 即是在那一刻 sinx等於cosx 也就是tanx等於1 既然tanx等於1 所以x其實有兩個答案 一個就是pi over 4 一個就是pi加pi over 4 即是5pi over 4 所以你計完x之後 就代替a和b OK 好了 x是pi over 4 那sinp over 4 就是2分1 即a這點 如果x是5pi over 4 sin5p over 4 就是-2分1 即b這點 然後b的重點 整個過程中 到b 你要找回面積的時候 你要看到全程的曲線 綠色這條 就騎著紅色這條 不行 所以你的寫法就是這樣 由pi over 4 到5pi over 4 整個過程中 綠色這條都比紅色這條 這面積就是-cosx-sinx 再代替數字 由5pi over 4 再代替p over 4 再代替p over 4 再代替p over 4 調完就是2開方2 之後這塊的面積 這塊好像葉那樣的東西 面積就是2開方2 從這條 有兩條曲線 一條就是綠色這條 三次方 另一條就是紅色這條 二次方 找回面積 你要做的就是 看看這兩條線的雙交點 剩下 剩下 這也不太難剩下 一個三次方的 equation 你用回 factor theorem去試 factor也好 或者你自己 用這個 計算機的公式去計算 無所謂 所以我們計算有五個數字 x是-5 正1 或者正4 在這條圖 你會看到 就會是 -5在這裏 ok b這個 x座標正1 c這個 x座標正4 所以你會看到 由-5到正1 就綠色高些 由1到4 就紅色高些 因此我就會這樣寫 對 綠色的情況 高於紅色的情況 就是在-5 正1 所以 -5 正1 就是綠色這個 減紅色這個 還未寫完 加 由1到4 就紅色這個 高於綠色這個 所以就變成 紅色-6 可以嗎 兩者化簡 OK 接著就出了答案 249.15 這裏重點討論 就是 最初這裏怎麼寫 後面 就應該是你自己 運算化簡之後 再得出的答案 是 相對難度比較低 不過運算要很小心 因為牽涉很多次方 正乎數出現 到這條 現在就有兩條線 一條就是曲線y等於x2 第一條就是直線y等於4x-4 我要找回這一塊的面積 這一塊的面積可以怎樣找呢 OK 這裏是不容易的 因爲你要把x-axis bound住 OK 那你就先找了x-axis 是1 這樣劏開它 爲什麽這樣做呢 你隨便劏開它有個好處 就是你把它分成兩部份 第一部份 就是這個 就是純粹被曲線 和x-axis 第二部份 就是由x等於1 去到a這點 x等於2的時候 就是曲線騎著直線 可以嗎 前面這個 就是綠色的曲線 和x-axis bound住的範圍 直接in 後面這個 就是綠色線 包住直線的範圍 由1到2 所以出來就會這樣 OK 由0到1 x2 dx 前面這字 由1到2 上減下 x2-4x-4 括住後面的expression x2-4x-4 OK 好了 按完之後 就出這兩個expression 然後代數字 計回答案 最難想的就是 自己動力上去 可以嗎 OK 所以如果你發覺直接一條式計不到 或者兩者直接雙減是 減不到的 就是代表很大機會 你要加線 將面積考慮兩份 甚至三份 到這條 有三條線 第一條就是曲線 y等於4 over x 第二條直線 y等於2分1x 第三條是橫線 y等於4 就找這一塊的陰影面積 當然了 你也猜到了 先找一些相交點 OK 這點叫 1 4 8 4 8 4 2 就是曲線和斜線的相交點 又加一條線 這樣動力水直線 有什麼位置呢 你會看到 x從1到4 就是水平線和曲線形成的面積 然後 由4到8 就是水平線和斜直線形成的面積 對不對 所以 第一篇 area between y等於4 和y等於4 over 開放x 從1到4 是x座標 看回x座標 OK 後面這句 就是area between y等於4 和y等於2分之1 x 由x等於4 去到x等於8 又是 看回x座標 所以兩個數字相加 就變成4-4 4over 開放x 由1in到4 前面那塊 就是 再加後面那塊 就是4-2分之1x 因為4高一點 OK 橫線高於斜線 4-2分之1x 又是 由4 今次in到8 所以算出來答案 就剛剛整數 8 好了 如果是 騎字波波的 y axis又如何呢 一樣的 假設有個 x等於f y 在右邊 x等於gy 在左邊 讓這兩條高線 騎著 而範圍y 由c到d 的面積怎麼算呢 是一樣的 f y -gy 然後就 由c到d 原則是什麼 右邊減左邊 右邊的功能 減左邊的功能 這裡是相對少見一點的 但是 都是給你看看 OK 如果是 同x axis 去比的話 上減一下 如果你是拿到y axis去看 就右減了 如果我們面對同一條題目 如何找回音源面積呢 我們有第二個考慮方法 我們可以整理x做subject 整理x做subject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考慮y axis 就變成是 響由0 去到 24這一點 我們重點是看y座標 OK 因為這次我們在考慮這一棟 OK 考慮這一棟 你說不是啊 它黏著x axis 你反過來想 你 如果考慮那個y axis的話 紅色這一棟 直線 是不是長期都在曲線的右邊呢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知道y從0 拿到4 全程都由這個紅色 減回藍色就可以了 行不行 那這個就是 有時候可以 你想盡到 用ty的好處 用y axis去考慮的好處 OK 有同學就想著 它黏著x axis 一定用x axis 不一定快一點的 有時候 你是考慮一下 用y axis的話 有沒有說哪條長期 是右邊的呢 這次就用這個方法去減 OK 所以你要靈活運用 什麼時候用x axis 什麼時候用y axis 行考試就不會有人提 這件事 當然也會視乎同學熟練的程度 看他喜歡用哪種 覺得舒服 這裏呢 記得 用y axis的話 第一這個位要先 Dy 第二就是你要整理 x做subject 有時候 扯不到x做subject OK 扯不到x做subject 就沒有辦法 用不到那招 這次可以 那麼巧 那就用 4分之1y加1 減回開方y 也很容易in 這三個term 對嗎 in完計完 答案會一樣 OK 所以這兩條 就讓你看到 同一條的問題 用兩個不同的方法去處理 那你喜歡用哪個呢 就適除轉變了 到這條 又是了 我要找回這個曲線 和這個直線包著的面積 又是了 你看到全程 都是在藍色 都是在這個 紅色的 右手邊 那藍色減紅色 就一定了 你要剩下的 就是找回這兩個 雙交點 然後拿它們的y 座標出來 那你要做的 就是找回這兩點的 雙交點 先 那就解決了 就解決了 一個典型的quadratic equation 就算了 y是4 或者y是-2 那x座標 你不用算 因為你重點 是要拿回y的上限 所以 integrate 就由-2 in到正4 右邊那條 就是直線y加1 左邊那條 就是曲線 2分1y2-3 兩者雙減 in完 就出到答案18 接著到這條 又是了 要找回shaded region 你看到有時候 紅色 有時候就是綠色 在右邊 都是傳統方法 兩條顏色 拍碼一起 解決了 計算到 y要不就是0 要不就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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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計算完這個之後 你可以寫一些座標出來 -4 0 正4 好了 所以你就要分兩部份 y由-4到0 就綠色線在右邊 所以綠色減紅色 而y由0到正4 就紅色在右邊 所以就紅色減綠色 調回位 這樣 所以一化解 就出答案 OK